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完。 今天,我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李香琴女士的生平。 李香琴以扮演反派角色见称,由以奸妃、后舞、情婦等形象最为突出,于如丽珍的东宫娘娘形象,分庭抗礼。 由于他曾扮演西宫娘娘,而之后饰演的多士阴险角色,互有西宫琴的外号,第一部扮演反派角色的电影为《鸳鸯刚遗恨》,时为1960年。 其他著名作品包括,《汉母帝梦会为夫人》,1959年。 《佳市皇后》,1964年,及999离奇三兇手,1964年。 李香琴与任兵仪,朱逸红,金影年,英黎理,梁素琴,许兴兴。 黎坤年和谭善红结义金兰,号称狗大者,以李香琴排行最长, 他们合资创立香城影业公司,拍摄过一部创业作香城狗凤,并由几位金兰姐妹担当演出,踏入1970年代, 随着粤语片的没落。 他开展场达数十载的电视生涯,先加入丽的影声,即丽的电视前身, 1972年转投无线电视,成为全球最长,受的电视综艺节目, 欢乐今宵的台储之一,并参演多部电视剧, 继友、亲情、网中人等。 李香琴转投电视界后,一改气怒,即演池舞角色,心获好评。 1974年,与谭炳文合办欢乐影片公司,首次以主角身份, 演出喜剧《大乡你》,1976年,又独知自祖李氏电影公司, 出品喜剧《你是得的》,1989年,李香琴移民澳洲, 但与此同时,TVB的竞争对手亚洲电视, 以逆手语郑玉彤,总经理周梁淑仪, 早有计划对TVB进行大挖角,当中不乏欢乐今宵的台储, 包括沈殿霞,陈志伟,盧海鹏,谭炳文等, 在林百恩的邀请下,于1990年, 李香琴与沈殿霞双双转投亚视, 后曾参演《还看今早》,《圣者为王》系列等剧集, 1987-1991年间,他先后接拍《何岁片八星报喜》, 及《家有喜事》,当中,已于后者饰演《常母一角》, 深入民心,并以片中《殷家女电线短路》, 而无法收看电视的一句, 哎呀,世界末日来了,惨无人道啊, 成为经典对白,2007年9月, 李香琴与播完了拍《不得大城小故事后》, 随陈展鹏回到梁家无线电视, 结束与亚视长达17年的斌主关系, 之后,此剧为《亚视他的告别》作, 2007年11月, 凭其独白, 关淑仪主唱之三千年前及三千年后, 在Cash颁奖礼奪得最佳另类作品奖, 同年一二月, 交代以回归TVB, 好,李香琴女士的生平,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, 在下一集, 我们会继续介绍李香琴女士的生平, 请大家继续收看,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 和分享这条片吧, 拜拜